最新现场来看到是第一名模林志玲 最近忙着在拍戏剧 好不容易返回台湾 马上也出席帮她 这个礼频道发生的活动 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她是为了这个地理频道的 海洋生物来做宣传 其实艺人都喜欢做公益 但是又刚好发生了 黑人陈建州被曝出做公益 是自肥的状况 林志玲她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记者张文书告诉大家 是的 主播各位观众 今天下午第一名模林志玲出席 从日本回来的第一场活动 难得穿着轻松休闲 和民众展现亲和力 不过爱做公益的志玲姐姐不免被问到 另外一位常做公益的黑人陈建州 今天才被明媒媒体爆料说 不做公益都是为了自肥 那么再听听看志玲姐姐怎么回应 我觉得黑人她对于公益 一直都是不一与为一的 然后她就是很有兴趣推动这方面的事情 当初她接下来的时候也是说 这是对于自闭症儿童的一个关怀 那我相信这些关怀一定会送到这些孩子的手上 那其实这些细节我不太理解 可是我希望大家应该正面的态度去看这个事情 是的 认识姐姐不敢温柔善良的本性 表示黑人对公益的热忱她都有看在眼底 也相信黑人不会做出自肥这样的事情 不过被问及去日本拍片时 对牧村拓残的身高有什么感想 她反而三减其口 那就是现场最新的情形 我们现在把镜头交换给棚内 好 谢谢文书 我们看到画面当中期是林志玲也相信 黑人并不会因此做公益 而是自肥的状况 对 limiting不机会